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方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首先来看润泽度包括凹陷度也是一般 感情线来看脾气有点大容易被欺怒 在感情和理智方面充满矛盾 常常是会因为感情过于激动而选择理智的处理问题 同时又比较多情 来者不拒25到26岁左右的恋情是正远要珍惜 同时他有一个元宝文在这里面 阴隐约约可以看到财运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生命线的弯弯曲曲又有支线 事业上是多劳碌奔波 外出谋生 从智慧线来看是比较聪明 但是做事缺乏决断力 感情线多支线 末端的弯曲而且下垂 跟智慧线相接 感情方面多纠葛 而且容易出现比较大的冲突 这个不是断掌 这个不是断掌 我们看这个手向当中的财运线还是比较深的 而且三条财运线从水行丘出发往下延伸 往下延伸 并且其中还有一条财运线跟智慧线相交 继续往下再跟生命线相交 形成三角形的稳度 这个手向的不论男女 必定是衣室无忧 钱财不缺 是一个三角令其文财库 财运线我们有一期节目讲的是越长越好 包括太阳线也是 那么这个是感情线比较粗 有洗心研究的倾向 桃花运比较旺 事业方面趋于稳定 但是一般大的事业也没有 想要大的发展是不太行 只能是得过且过 主要的大运势在中年会有一些起色 但是近期的运势还是不利 这个生命线开端附近 这个比较发紫发青 这个长色不太好 好了有关这个文录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